大家好,我是Stan NCT体力成员们 在出演前被DACYS成员YongKey主持的广播节目的时候 因为引起了太多争议 而收到了非常多网友们的指责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首先,引起网友们争议的地方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成员马可更趁了两个人 模仿主持人YongKey的动作后非常激烈的大笑 而因为两个人连续好几分钟的笑声 妨碍了节目的进行 因为这个部分是跟节目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当时听众们也不知道两个人为什么一直在笑 然后在公开的影片里能看到 其他成员们试着想要阻止他们的样子 而引起争议的第二个部分就是 在拍完照片后YongKey有90度鞠躬行李 但是除了潜逻之外的其他成员们都没有回礼 继续笑闹聊天的样子也被镜头拍下来了 首先,很多人应该知道 在韩国只要比我大一岁就是哥哥姐姐 比我早出道就是前辈,分得非常明确 而今天主持人YongKey是比NCT体力早出道 也就是哥坦前辈 更何况YongKey今年是27岁 比NCT体力年纪最大的成员马可还要大六岁 所以在韩国人眼里 成员们当天的行为真的是看起来非常没有礼貌 也就是因为这样 很多NCT的韩国粉丝们 也是在网路上为此事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人家是忙着转头主持 却模仿那个样子在笑 真的看起来很没有礼貌 在大学那样做也会被骂的 说实话有人那样低头鞠躬的话 不管是前后辈都应该要互相打个招呼吧 队长没有做好队长的本分 忙着都阻止了也是继续在笑 到底有什么那么好笑呢 别人看了会觉得是在嘲笑DJ 而且这对听众们也是非常无理的 不是这里是工作的地方 你们是去工作了 真的很无理 想象一下就算不是艺人不是广播 在一般的情况下 一般上班族做了这样的行动 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其他成员们阻止的样子让我感到更尴尬 甚至是年纪最小的盲念 跟对面的弟弟们都在阻止 不是犯罪是态度问题 只要能改过就好 希望SM能出来道歉 这样什么都不说的话 其他成员们也会被骂的 虽然是粉丝 但是这次的事情真的无法护航 希望能透过这件事情反省 让我们看到有变化的样子 加油Trim啊 我真的想长久追你们 虽然不知道这两个行为 在别的国家是怎么样 但是今天毕竟他们是在韩国活动 出演了韩国节目 所以确实是做错了 不过就像刚才的那个留言一样 这不是犯罪 所以只要知道哪里有错 能改过的话就可以的 也希望大家能论事就是 不要太过度的批评 所以对于NCTTrim的态度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TenQ跟陈索恩的共同点 陈索恩在一次采访中说过 自己在看到海贼王 索隆为了救陆飞 向暴君兄提出 用自己的生命换陆飞的生命后 承受了一般人不能承受的痛苦 而在山之醒来后 看到满身是伤血的索隆后 问他怎么一回事 索隆忍着痛苦说了 什么都没发生过 啊对对 陈索恩用非常严肃的表情说了 看到索隆的这个部分后 被他铭住了 因为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索隆最帅的部分 所以就是我跟陈索恩的共同点 我跟陈索恩的共同点 我跟陈索恩的共同点 甴麻烦红的别切 就不是那种加油 增仰 Information